男人只是跟老头说了句话 就猜出他来自哪里兴盛名水 随后他又说 女人的项链三秒后会掉 果然三秒后项链直接掉进酒杯里 随后来到赌场在老虎机上随手一按 轻轻松松迎走了头奖 他虽然是个魔术师 可从来不依靠工具 而是他有预测未来两分钟之内的能力 但男人靠着这个能力在赌场从来不完大的 因为他不想太过引人注目 而是为了细水长流 但赌场的人早就注意到了他的行踪 正当两人交谈他时 男人抬起头看向了监控摄像头 仿佛已经听到了他俩的对话内容 这让赌场负责人不寒而栗 派人去拦住他 而男人也预知到这一情况 来到柜台提前兑换筹码 这是一个劫匪向柜台走来 掏出手中的枪就杀掉了其中一个保安和柜员 这是男人预知中的画面 因为他的正义感 起身就向劫匪扑了过去 但赌场负责人却误以为这支枪是男人的 便通知全场守卫抓住他 可男人提前就知道了所有保安的走位 低头假装系携带就躲过警卫的视野 起身转头躲在老虎机后又躲过一个 靠着骚气走位 即使暴露在监控下 也能在警卫的眼皮子底下来去自如 男人来到洗手间 脱掉显眼的阿玛尼西装 等待进来洗脸的老头 再悄悄顺走他的草帽 就这样大摇大摆地溜到赌场门口 静止走上一辆银色道旗 便扬长而去 但警察也接到报警闻讯赶来 对着男人穷追不舍 男人将路线引到一处火车通道 一番加速 这只是男人预见的情况 他立马更换策略 将速度再提升到120迈 腾空跃起 顺利将那伙警察堵在了身后 帅气逃出升天 可这事凯奇书还没有预知到 自己正被FBI特工科尼给盯上了 因为科尼正面临着1万吨核弹丢失 所以他想利用凯奇书预测未来的能力 来帮助他解决危机 于是科尼在找到赌场的负责人后 根据他对男人以往赌牌习惯的描述 立即推断凯奇书能在两分钟内预测未来 随后科尼利用被盗车辆的信息找到了凯奇书 希望凯奇书能帮他找到核弹 防止无数无辜的市民遭受危难 但凯奇书向对方透露 自己从小就因预测未来的能力 而被当作实验对象 常年遭受折磨的经历让他选择了逃避 并拒绝了科尼的要求 然而科尼不愿意放弃 大批人员立即进来要强行带走凯奇书 但画面一转 刚才的一番对话是他预知道的情况 知道科尼不会放过自己 所以他很快选择了逃跑 科尼也不出意料扑了个空 第二天凯奇书来到一间餐厅 如往常一样在把台看着时钟 他预测自己的真命天女将在这里出现 当小丽走进餐厅时 凯奇书根本无法挪开自己的视线 但他预测了无数的结果 都无法成功地与小丽搭讪 甚至当小丽被前男友跟踪纠缠时 他出手制止当了英雄 但结果仍然遭到了小丽的嫌弃 于是凯奇书上演了一场苦肉计 终于成功引起了小丽的同情心 借着洋装自己的汽车被偷 成功搭上了小丽的搭便车 凯奇书被小丽带着来到大峡谷旁边的原住民小学 小丽曾在这里认脚 他给学生带来了生日礼物 凯奇书也为小兽星表演了魔术 他善良的举动再一次赢得了小丽的好感 然后他们继续前进 但大雨冲破了道路 他们不得不折返 暂时住进了一家汽车旅馆里 因为只有一张床 凯奇书选择在车里睡觉 这种绅士风度让小丽怦然心动 第二天一早凯奇书看着刚出狱的小丽 终于忍不住用魔术向小丽表白 小丽立即欣然接受了凯奇书 释放了两人积攒已久的情感 另一边柯尼来到餐厅调查凯奇书的下落 从中也了解到了小丽的存在 随后下属告诉柯尼 赌场负责人已经被割喉杀害 柯尼意识到除了自己 那伙犯罪分子应该也在寻找凯奇书的下落 与此同时丢失的核弹已经到达码头 很快组装完成 而偷核弹的恐怖分子一直密切关注FBI的一举一动 他们发现柯尼一直在追踪凯奇书 所以推断这个人一定非常重要 于是他们决定先一步铲除凯奇书 以使计划顺利实施 这时凯奇书突然睁开眼睛 他搂着小丽 似乎预知到了什么 然后小丽离开酒店外出采购 但他很快就被柯尼拦住了 为了让小丽与他们合作逮捕凯奇书 他们谎称凯奇书是一个反社会分子 有强烈的妄想症 并希望小丽在投入迷药之前 能花两分钟时间拖延凯奇书 在他们的蛊惑下 小丽回来后按要求将迷药投入饮药 但就在凯奇书即将喝下的时候 内心纠结的小丽还是阻止了凯奇书 他把FBI交代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他不愿相信这样善良的凯奇书 是他们口中的坏人 得知真相的凯奇书 知道小丽深爱上了自己 所以他将自己预测未来的能力 告知了小丽 并提前说出了电视节目中的台词 来证明自己 这让小丽感到难以置信 凯奇书继续告诉小丽 他只能看到与自己有关的未来 且只能发生在两分钟内 但在遇上小丽之后 他可以看到更远的未来 这句话让小丽瞬间明白 他们的相遇原来都是提前设计好的 这样的真相让小丽一时间难以消化 但当下不是纠结真爱还是下套的时候 凯奇书得赶紧安排小丽安全离开 他充当诱饵引起了FBI的注意 凯奇书利用预测能力摆脱跟踪他的FBI 同时躲避恐怖分子的狙击手 并在小丽得到协助下 逼停了警方的追击 但最终柯尼以命相逼 让凯奇书不得不选择救柯尼 自己却因此被捕 甚至还装上了发条程的同款造型 再次经历而时遭受折磨的痛苦经历 这让凯奇书很生气 然而为了八百万人的生命 柯尼继续强迫凯奇书观看新闻报道 希望他能从中提前获得核弹的位置 但凯奇书从新闻中看到了小丽 作为人肉炸弹被引爆的未来 于是他假装配合柯尼的行动 说服柯尼放开他的束缚 然后凯奇书用仗研法 挣脱了军方的压解 然后凭借预知能力 一路逃跑到了小丽被杀的天台 但出乎柯尼的意料 凯奇书并没有继续逃跑 只是默默等待着柯尼的到来 把自己看到的未来全部脱盘而出 柯尼立即告诉凯奇书 绑架小丽的人是准备引爆核弹的恐怖分子 他们可以合作找到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处 这样小丽就可以得救 凯奇书也同意一起工作 于是柯尼首先屏蔽了两英里内的所有信号 然后让凯奇书作为诱饵 假装被击中 成功地欺骗了远处的狙击手 随后在柯尼的提示下 凯奇书再次看到了这辆把小丽运到屋顶上的汽车 并记住了车牌号 柯尼通过车牌号码找到了恐怖分子的巢穴 并在凯奇书的指挥下迅速进攻 另一方面恐怖分子正准备带小丽去预定地点 结果警方的围捕使这些人陷入混乱 在凯奇书的领导下 警方一路将恐怖分子逼到码头的死角 随着警方的不断推进 恐怖分子的狗急跳墙 他们再次劫持小丽将他押入货船舱 但对凯奇书来说 任何抵抗都逃不出自己的预测 一边在船舱内进行摸牌式搜索的同时 一边给士兵提醒免受杀身之祸 经过无数次的预测 凯奇书终于找到了绑架小梅的主犯 在得知主犯的射击轨迹后 他成功躲过了对方所有的子弹 最终被科尼一枪爆头 凯奇书终于救了被绑架的小丽 但当科尼带人去搜索核弹时 他们发现里面的核弹早已经被转移了 原来凯奇书为了救小丽 忽略了核弹这一重要的细节 致使他犯了这么一个大错误 核弹随后就轰然爆炸 整座城市没有人能幸免 然而爆炸结束后 凯奇书突然从床上睁开了眼睛 事实证明小丽与他的相遇 激发了他预测能力的上限 致使他能提前看到了未来几天的变化 于是凯奇书没有犹豫 主动联系了科尼 他告诉科尼只要不让小丽参与进来 他就愿意与FBA合作 然后凯奇书告别了还在床上的小丽 并发誓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找他 之后凯奇书与赶来的科尼一起离开了 电影到这就结束了 作为笔师还未成票房毒药的尼古拉斯·凯奇 在本部电影中的表演也相当沉稳 且兼具个人荧幕魅力 而电影的剧本则由科幻小说家 菲利普迪克的短篇小说惊人改编 光说作家的名字 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不知道 但提起由他作品改编而成的科幻电影 大部分观众肯定都能如数家珍 像影艺杀手少数拍报告全面回忆 甚至美剧《高宝奇人》等多部知名科幻题材影视剧 都是由他的作品改编而来 而在他的科幻作品中 不乏向本部电影中的高概念设定 虽然这部电影当年票房失利 但电影中的商业元素却相当丰富 追车枪战爆炸爽文套路 应有尽有 甚至在凯奇对预知未来这一能力的解释中 能感觉到薛定谔的猫内卫 即未来只有当你去观测时 他才会发生改变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蝴蝶效应式的改变 继而变成既定的事实